ários ekra 阿昌 印相俱一 阿昌 印相俱一 謝謝大家 我今天很緊張 因為我是被趕緊要上家的 然後我婆婆在這 很多都是我婆婆的朋友 所以我特別壓力很大 加油 跟加油 我知道在座有很多都是一些厨艺高手 都是一些厨艺很棒的 所以与其说今天教学 不如说互相切磋 那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就做多包 那我今天呢 动了两道姜母鸭 一个是姜母鸭 大家在那个台湾看到的姜母鸭火锅 另外一道可能是大家从来没有看过的 是干燒姜母鸭 那是我妈妈的味道 所以呢我是从小吃苦吃到大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把这一道那个姜母鸭 干燒姜母鸭带给大家 然后我希望大家会习惯 OK 那我现在先做那个姜母鸭火锅 各位手上都有吃骨嘛 跟麻油 那我现在已经把它煮开了 所以我就让它稍微勾芡一下 就是待会我们要吃火锅的时候的那个沾酱 那这种是随个人喜好 你也可以加一点葱花可以加一点蒜头 无所谓 喜欢辣就加一点辣椒 都没有关系的 对因为勾芡它会比较浓稠 不然它就会水水的 然后等勾芡完以后 就撒一点那个麻油上去 所以我们将姜母鸭火锅的那个沾酱就做好了 我试着 OK 现在麻油爆香了 我是用那个黑麻油 然后我用那个姜片 这个火有点慢 所以可能要等个久一点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这个做好的方法 你先放一走一下 我放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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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待会要吃的时候用的 黄色就可以了 一icles 樱eng 五、七、六、三、八、六 六、六、四、十、五、三、八 五、三、四、八、五、八、八、九、六、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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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rt 小白菜 鴨子的話,一般來講,如果要用薑母鴨,大部分都是用斑鴨 像在台灣就是什麼紅麵斑鴨,會比較好一點 這邊它就有血,它就比方說斑鴨,它就告訴你說那是斑鴨 我是買新鮮的,它其實是冷凍新鮮都有 那這個鴨子我已經把它汆燙過了,那因為鴨子 12塊8毛吧,昨天晚上買的 那大統華,新鮮的番鴨 然後因為鴨比較肥,所以我這個鴨我已經把它所有的皮跟油都全部去掉了 然後我只在鴨子就把它汆燙過,所以因為這樣可以接等時間 那這樣的話,你吃的火鍋就不會很油 我自己切,我先剁了六隻鴨 剁了六隻鴨的皮 我皮都扒掉了 我皮都扒掉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那你可以連皮一起 但是我是把它的油跟皮都全部去掉 因為這樣那個湯口會比較輕一點,不會那麼油膩 會不會很油膩 把魚皮切成耐心 我誰會做到吃得最熱 因為當汁它們就會最熱 對呀,它是最熱的 對呀,它是最熱的 把鴨給倒進去 一般家有大豬跟小豬 如果你買的冷凍的鴨 可能會稍微小一點 新鮮的鴨 你比較能夠看得出來 它大小豬 那我覺得這一隻鴨的話 大概可以吃到15個人 大概可以吃到15個人 因為以做火鍋來講的話 它大概可以吃 但如果小一點的話 你如果說我只有吃了 那我買一隻小一點的鴨 所以呢 那上面的中藥材呢 你可以根據你的鴨大小 所以你要吃人數 你可以做加減 如果是用來鴨大小 就不會吃到 沒有吃到 那些鴨大小 但當你買的鴨大小 就不會吃到 然後再爆香一下,然後就把米酒也放進去 一般我一支鴨我是用大概兩罐的米酒 可是我只用一罐半的時候再煮,另外半罐留著 待會起鍋的時候再把它半罐倒進去 不會啊,因為我只留了半罐 那一罐半你煮了一個半小時以後 那個酒精已經蒸發掉了,它已經沒有了 這加拿大一定是有鹽的酒,加拿大沒有鹽的酒 有,那是可以,那你也可以用那個的 然後一般你就是等到那個酒煮開的時候 我這裡是用6000cc的水 然後我就把這個酒給倒進去裡面,然後就讓它慢慢熬 還有中藥包,對不起7分鐘 好,那因為我為了節省時間,我不等它開了 我現在就把它倒進去 因為我們待會要吃的已經在那邊燉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等那個時間 沙櫻在一起吃的呼籲 和時間的活動 小聲彌肉 這是我的想念 我我想念你多稍然 早知道是苦過 任一刻也不想投降 我 謝謝 很 camel 我們看見我 這次是 他有一個 肉保持 蘸醬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在市面上買的 沾火鍋啊 沾鴨火鍋是有糖果 對 就是沾... 就是像你在家裡吃火鍋一樣 沙茶醬也好 對對 你用沙茶醬 但是薑母鴨一般一定是用那個 豆腐乳下去調醬 這個翻料適不適合用那個羊肉乳 羊肉乳大部分好像是用豆瓣醬耶 這個羊肉乳 可以再用嗎 也可以啊 如果你喜歡的話 謝謝你 高麗菜 放高麗菜真面目還有什麼 黃子菇 高麗菜 金針菇 像我今天準備的那個米雪 然後還有這個... 那個豆腐皮 沾鴨火鍋配豆腐皮是很好吃 豆皮真的很好吃 然後... 這個我在家裡買的 這個我在家裡買的 然後... 你也可以買一些丸類的東西 那我今天給大家準備是那個... 那個... 豆腐...豆腐的... 的丸類 不是不是 它是... 待會大家可以試一下 它裡面有一些餡還不錯 魚豆腐啦 然後我現在做乾燒薑母鴨 乾燒薑母鴨的薑呢... 一般我們做藥膳的東西 就是用老薑 那這個薑呢... 是整塊把它給開碎 對... 它用的薑非常的多 所以它用的大概一斤的薑 一斤的薑... 所以它的湯會辣辣 對...它的湯會辣辣 對...它的湯會辣辣 對...它的湯會辣 然後準備好了 對不起啊 因為我為了節省時間 其實這薑要爆到有點清 稍微有點清晃的時候 你在當壓 但是我為了節省時間 因為火很慢 因為下面還有 還有什麼 還要削 所以我就 還有芥末魚 然後我們要留下吃飯的時間 所以我就把鴨煎放進去 然後它也是一樣就是把它給翻炒 微炒一下以後呢 大概放半杯的醬油 你一匹鴨來夾半杯的醬油 因為生抽的顏色比較淡 老婆的顏色太黑了 所以我們一般都是用普通的醬油就可以了 你就放大概半杯 這是一道很下飯很下飯的 而且很普通 因為它放很多薑 然後我放一罐米酒 完全不加水 然後就把它倒進砂鍋裡面 開了以後呢 準備一個砂鍋 然後就把它倒進砂鍋裡面 開了以後呢 準備一個砂鍋 然後就把它倒進砂鍋裡面 然後各位看到齁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一般你一定要等到它煮開 煮開了以後呢 你就轉小火 千萬不要大火 因為它完全沒有水 所以你要轉到它小火 像我現在這樣子的小火 然後讓它慢慢熬大概熬一個鐘頭 那鴨本身也會出水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 這邊就是大概從我11點45分來的時候熬到現在了 所以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差不多一個小時 然後用火就是慢慢 我是說煮開了以後 再慢慢熬它 熬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食用了 OK 然後我們就交給下一位 現在我在燒水要先穿燙 因為我這個用醋洗過 我只有弄一點點 然後我已經煮熟了 因為他們那個還沒好 我如果說要先穿這個也可以 但是用醋 然後把這個肉這樣進 差不多一分鐘 然後再沖洗過 然後我現在燒水要穿燙這樣 穿燙 用普通的白醋就可以 白是一般的白醋 你是先用白醋泡了以後才洗 那個先 我們買回來的肉是切一條 那我們就回來就給它切 順這個那個切一塊一塊 然後我就先洗 先洗 先洗 再炒 水 也是 這有點平息 對 先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了 這樣汆燙一下 我們就把它的那個 弄那個水 我們要洗 對 可以 我是有把那個蓮紅 煮一些煮好了 但是那個蓮紅 我是切好了 是這樣子 切好了 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起去煮 因為我 應該要用另外一個鍋子 因為鍋子全部放下去會太忙 沒有 這個可以 現在是可以吃的東西了 都市有鍋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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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好了 這就這樣子 然後 還有加一罐這個 這個是存的白葡萄酒 全部放進去 對 是 就這樣 我就是很簡單的那個 好 不用 現在我那個東西 是已經成品了 可以大家可以上 所以都沒有 這個肉煮起來 沒有什麼油 這樣子 這支沒有 不是普通的葡萄酒 是 是 是 純葡萄酒 是一般的 豐昧的葡萄酒 是 百分之一百的那個 純度的 不是 是葡萄純度的 是葡萄純度的 不忘了 是 你 可以去試著買 買一般的 來 我現在讓那個 樹碧說一下自己有多棒 我 我 我希望我很棒 你希望 我希望 你們覺得他現在有多棒 你們用你們拍手的聲音告訴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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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捧場讓他很多光彩 謝謝 他說你們捧場讓他很多光彩 那你們下次願不願再捧場 謝謝 他的那個荷葉飯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們要再學的話 我想要把他那招菜 然後他的教學方法教到很極致 將來他就到處去介紹那個荷葉蒸飯 這樣非常好吃 至於這個呢 這個你們平常是可以在台味宣吃到 不過台味宣好像沒有這兩道菜 沒有 沒有 所以你們今天是特別 他的三杯雞也很好吃 對 謝謝 我們希望他今天做得很開心以後 以後帶著遊玩的心情 就是每半年一次 他現在 我有叫他認真去吃喝玩樂 就是去研究 然後那個LV也有記者 就是這兩個如果很認真 你們考試有過關 就把他收進去LV吃喝玩樂這樣 他昨天有答應說他現在要努力 希望能夠過關 那他每年去旅遊的時候 吃喝玩樂好吃的東西 他去研究怎麼做來教我們 好不好 半年一次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他賺很多錢 然後很放心的去吃喝玩樂對不對 對 阿婆婆可以嗎 可以 很可以 她出去玩 我在家裡面坐 我做的比他更好 你不敢上去 我不敢上去 因為我是在家裡面 是我們家的衛家的地方 我們家的私房菜 他在外面沒有賣那個 因為他這個菜做起來又費工 又費本 又費什麼 三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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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今天很好運 這是他十年來的 觸景秀唯一願意 今天來的真的都是有緣人 還有什麼臭臭鍋也很出名對不對 下次要在這做臭臭鍋嗎 可以嗎 他的臭臭鍋很出名 好 那我們真的再一次很謝謝這個兩個 因為我們很喜歡的 你也是一家的人 也是沒有整個那個 你怎麼你都這樣 你 我們 真的 你 你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